在一年前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 他知道自己走了一步险棋 好在他这辈子类似的事没少干 对此他倒是压力不大 做出这个让友邦惊诧的决定之后 特朗普怀着心想事成的心态 等待着收获 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法预料到这步棋的结果 他不希望事情走到最后一步 但是事情确实是走到了最后一步 如果当初真的是只是为了收拾伊朗 那就没必要预留那么多的缓冲期 在宣布退出以后 过了三个月 美国才开始了对伊朗的第一轮制裁 这一轮并不致命 又过了三个月 才开始了对伊朗的第二轮制裁 这一轮比较致命 但是给了八个买家 长达六个月的豁免期 从退出核协议宣布制裁伊朗 到动真格开始制裁 美国人花掉了整整一年时间 特朗普是一个以高效著称的人 启动制裁花上整整一年 这完全不是他原本的风格 制裁是以三个月为单位逐步推进的 在那些望远欲穿的三个月里 特朗普期待着某种令他满意的事情发生 但是他好像一直没有看到 于是时间就三个月三个月的流逝 一直流逝到最终制裁到来的这一天 假如全世界都因此而感到失望和遗憾的话 恐怕特朗普本人是最遗憾的那位 终极制裁的日子和我们的五一小长假重合了 当我们几经点拍照片发朋友圈的时候 伊朗人民正在忐忑不安的迎接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他们一定记得2015年的7月20号 那是伊朗核问题协议被签署的日子 那天伊朗万人空向 保守的波斯人再歌再舞迎接新时代 然而新时代只是持续了三年就戛然而止 刚刚过去的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 也是中期制裁的暴风雨到来的前一天 那天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老爷子坐不住了 他借着一场集会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 他说美国和以色列打算从各个角度对我们发起进攻 大家要时刻准备着 以战斗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这伊朗玩的是政教合一 宗教阶层掌握着国家权力 作为宗教阶层的大老板 哈梅内伊的权力是最大的 无论是正牌的伊朗国家军队 还是宗教阶层的私人武装 这伊斯兰革命卫队 都听命于哈梅内伊的指挥 作为最高军队统帅 他呼吁大家以战斗姿态迎接挑战 听着就有点像是在做战争动员 竖着耳朵的美国人就有点慌了 最近我们听到有关 这个伊朗准备动手的消息源头 几乎都来自于美国的宣传和渲染 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和流量 整个世界都以为伊朗在准备一场战争 要么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人 要么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当气氛被烘托的无比危险的时候 派出一艘航母和一个轰炸机编队 到波斯湾那边出个差 就显得是形势做破了 那么美国和伊朗真的会开战吗 答案是当然不会 宣布航母和轰炸机正在路上的人 叫博尔顿 他是特朗普当初钦点的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这位大爷可是出了名的鹰派 以他能动手就不动口的性格 闻名于国际政坛 在他宣布航母和轰炸机已经被派往波斯湾的时候 还说了这么一段黑白分明的话 我们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但是如果伊朗有任何针对我们的攻击行为 我们也做好了回击的准备 博尔顿的这句话的重点在前半句 前半句说我们派航母不是去打架的 而去冲场面吓唬人的 吓唬伊朗既不要伤害我们的兵 也不要伤害我们的盟友 不然我们就会非常没面了 假如伊朗非要让我们没面子 那么航母和轰炸机只能被迫使用 助名的鹰派这一次说话如此克制 相信不是他在71岁高龄的时候性格变了 而是他出门面对媒体之前 老板反复叮嘱过他 这次非比寻常 这话可不能乱说哦 博尔顿的老板是特朗普 现在的特朗普是真的不想打仗 再过七个月就到2020年了 那时候得选下一届总统 这好强的特朗普想连任 因为不能连任的总统不是成功的总统啊 如果他现在跟伊朗动手 那么七个月之内恐怕收不了手 毕竟伊朗不是小国也不是弱国 假如明年他一边四处拉票 一边主持战争 那也画面太美 他不敢想了 因此他给博尔顿讲了 祸从口出的道理 叮嘱他千万别把伊朗给逼急了 特朗普不但不想打仗 制裁伊朗的事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当初决定退出核协议 制裁伊朗 针对的也不是伊朗 在全球那些公开叫骂美国的对手里边 伊朗算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但是伊朗也是最特殊的一个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大户 所以但凡美国对伊朗做点什么 总是会让人怀疑 这美国是不是冲石油去的呀 美国在中东有两个关系最铁的盟友 一个是以色列 另一个是沙特 很凑巧的是 伊朗是他们俩共同的敌人 于是但凡美国对伊朗做点什么 总是让人怀疑 是不是为了帮着那俩盟友啊 当然这些原因也发挥了作用 就像您跟同事斯普连打架似的 往往也是多个原因叠加的后果 让特朗普下决心推翻那个国际性的协议 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石油 也不是支持盟友 而是为了逼着其他人接受特朗普的条件 或者满足特朗普的需求 一年前退出核协议的时候 最让特朗普操心的 不是中东的盟友和那的石油 而是如何降低政府赤字和债务 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搞创收 于是他找欧盟讨要军费 逼着其他国家签合同 多给美国带去收入 然而让特朗普恼火的是 没有人乖乖的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就想到了自己做生意时候惯用的几两 给这些不听话的人制造点麻烦 逼着他们主动找自己合作 被特朗普盯上的麻烦 就是伊朗核问题协议 这个协议当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 外加德国一起签的 如果特朗普退出这个协议 那么既能损害欧盟的利益 影响欧盟的安全 也能把俄罗斯拖下水 还能影响某大国的能源供应 再说了 这伊朗是美国长期的敌人 前两年在叙利亚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他也是以色列和沙特共同的敌人 那伊朗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去年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白宫里一定是洋溢着感恩节才有的喜庆的 特朗普那伙人原来的剧本这样写的 先宣布退出和协议 然后逐步施加制裁 几个大佬见识不妙 主动找上门说 我们选择合作 您别闹了 因此特朗普五月份宣布退出和协议 过了三个月才开始第一轮制裁 又过了三个月才开始第二轮制裁 又过了六个月才彻底开始制裁 这场戏在一年内分批次上演 但鲁大国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 他们并没有提着钱找他或者求他 日子一天一天的挨到了五月份 没有台阶可以下 只好派航母过去镇场子 这航母和轰炸机是过去了 形势呢 多了一些大兵压境的味道 虽然伊朗不止一次被美国称作是流氓国家 但是这次伊朗的表现一点也不流氓 可见美国在之前的宣传中 是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5月7号 鲁哈尼给其他五国发了一封信 信上说对不住了各位 既然我们现在遭受了制裁 那么核协议怕是没办法继续遵守了 收到这封信之后 法国人很着急 说这个协议我这还是认的 你要是退出的话 按协议 我得重新制裁你啊 鲁哈尼听到这个 就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这边呢 也不是说要退出协议 而是不再遵守其中一些不太严格的条款 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要在两个月之后再做 这俩月时间就留给你们各位了 如果把鲁哈尼的意思再说的直白一些 再明白一点 那就是鲁哈尼再恳求其他五个大佬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想方设法帮忙自己 帮忙给伊朗的石油找找销路 能免于被美国制裁 这当然最好了 假如五位大佬给力的话 两个月以后 伊朗会继续履行核协议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否则伊朗这边也就没有办法了 不得不启动核武器方面的研究 但是呢 我们不会退出协议 这不但要给五位大佬留足面子 也要向世界证明自己 没有主动犯错 看样子伊朗是没打算要动手 美国也高调的表示自己不先出手 两家都在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 可是万一俩月之后啊 伊朗没有得到帮助 以至于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的话 或许伊朗真要以封锁海峡来抗争了 甚至对某些目标发起进攻 这说出去的话是泼水的水 那时候美国就不得不接入战争了 然后让中东地区陷入一片火海 战争如果发生在伊朗这种级别的国家 那么中东的石油肯定就出不去了 这国际油价必然暴涨 世界经济将变得动荡 欧盟不得不重新开门收难民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也会趁乱满血复活 恐怖主义 什么都别说了 直接开花 虽然遥远的美国可能依旧平静 但是战争的开支会迅速扩大赤字 并抬高债务 这特朗普的连任派没戏了 他本人说不定会收到弹劾的船票 甚至因此会变成一个罪人 给美国带去更多的恐怖主义 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立大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试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